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来接连就出现了包括很多死去的人都变成了他那个支持名单里的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很滑稽的故事 就像我跟大家说 我怎么还有李小龙 李小龙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李小龙 咱就不知道了 但这是很荒谬的 但是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也蛮正常 这是今天习近平体制之下 他们做事情的真正的态度 我觉得不用太吃惊了 他真的就这么个做事的办法 也没什么可讲的 就像我刚才 我刚才发现YouTube又开始黄标了 又全都黄标了 跟美国相关的所有的内容都黄标了 他没什么太多的招 我跟你讲 他走到这份上 一个为力是除的 一切都是胡来的 他不会按照规矩做事情 规矩那是人来的 如果为力是除者 他没有人的道德的基础的话 你怎么能把他 一定把他称为人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 这是一个关键所在了 所以就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一直强调说 你就放心吧 这就是一个 完全是个过程 对很多懂得真相 认识真相的朋友 只要这段时间过去了 我觉得就 他就是一个站位的过程 他做不了事情的结局 但是呢 他对每一个人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因为每个人在其中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 就成为最关键的认识了 这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现象 所以呢 在看待问题的时候 你不能按照正常的环境去看待它 北京准备毁约 下令国企停止购买美国的猪肉跟大豆 这个大概在四五个小时之前 在推特上看到这个消息 基本他没有太多更新 就说从现在停止了 会不会毁约 很难说 但是就我个人来讲 我个人倒比较欣赏这个评价的本身 就是不是他毁约不毁约 是他真本没能力了 第一个 第二个呢 川普现在对有关贸易协议的本身已经觉得 他早就强调过 就那么回事了 当他去拿出来打击香港的时候 他已经考虑这份协议存在与否对他的影响 就是贸易协议的本身已经没有意义了 那中共国去说切断这个 不再购买猪肉跟黄豆了 他吃什么 十四亿人后面将面临着什么 所以习近平的做法都是一意孤行的 非常的意气 就是那种 那个意义 就是非常 怎么说呢 纯粹就是 原来北京话叫耍小信 他现在一切都是耍小信 根本没有任何思考的基础 没有 就像我说成龙跟他弄2600多著名的艺人 来签名说支持国安法 一样的道理 他就这个 现在吃饭混事一切都是这个 只要你让我听着感受的 OK 就行了 国家对于他来讲不重要 他重要的是借助国家的名义来完成他的梦想 所以我以为这是很多朋友在其中看不出来的 刘维少 中国疫情冲击已经无力旅行了 刘维少是香港比较有名的中国问题的专家 因为他有名就是很多大媒体都去采访他 资深银行家吴明德认为 北京前驴技穷 想反制美国根本不存在 因为他没东西了 他没有任何排客出了 他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回应华盛顿的强硬措施 甚至大胆估计可能中共国真的都没有多余的钱了 这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个人觉得是 他其实是没钱了 不买大豆算不上撕毁合约 因为目前还不知道暂停购买的延续性 即使全面停止购买大豆 他对美国的冲击不会很严重的 因为每天美国净收入两亿美元的关税 只要其中的一部分资助给农业州份的话 减轻停购大豆的压力 现在的状况 美国有关大选的状况已经不同了 美国出现了 我们看到美国出现的疫情 美国死了超过十万人 那美国现在出现的骚乱 里面都有极其深刻的中共国的邪恶的背景 所以即使哪些农业户 也就不像当初贸易战时的那么单纯 说我经济受到损失 那会影响到川普的选情 现在不是 现在是美国人在死人 而不是经济损失 所以中共国在停购大豆和不买猪肉的背景之下 美国人猪肉可能以后自己都不够吃 还可以出口给你中国 不是的 所以已经是 我觉得就是前例 确实是前例俱行 就是习近平没有能力去判断定数 习近平没有能力去判断 在不同的时间点 在不同的氛围当中 那对美国的利益是什么 对中共国的利益是什么 连这个能力都没有 所以今天的美国人是超过了百分之八十几 恨中共国 甚至恨中共国人 那已经不是购买问题和赚多少钱的问题 刘仁绍 武汉肺炎经济也没有出现重大危机 去年的时候 所以当时希望透过贸易协议 减低美方就香港问题向中方施压 而肺炎爆发 中共国大举发行债券 缓解银根压力 反映他的经济实力已经大幅缩水 所以没有能力去完成协议 我觉得是 他已经没有了 他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习近平在拼命着 在制造自己的梦想 我觉得是在制造梦想 不顾一切的制造梦想 他起码希望 他也不在生死中 你要说他不在生死中吧 可是在武汉肺炎的时候是很怕死 他不在那种 你可以说他不在那种 简单的利益中 换句话说 他不是一个很正常的 权衡利弊关系的人 不是一个很正常 吴明德 大选左右中美走势 将所有牌放在台面上 但目前按兵不动 第三季度经济仍未回暖 才会向中共国动真格 最大的可能是在第三季度的九月份出牌 希望疫情完全受控后 那经济回升 这样的话有利于选情 大选是他最关键的 而我个人我个人以为呢 你要说他一点牌都没出呢 我个人也不太认为 他的宗旨很简单 他想取胜 打击中共 他必须全力打击中共 才能取胜 如果不行的话 如果这招他不行的话 就是这个方向是确定的 换句话说 战略的目标是确定的 至于战术的手法 那是另外一回事 担心中美之间的持续紧张 进一步会发动金融战 他认为如果美国发动金融战的话 相信先撤走八万多在香港的港民 以及变卖领事馆的洋房 在香港的资产 他已经变卖资产 那个美国已经证明 他变卖他的洋房了 那个洋房是已经有了七十多年的历史了 所以他已经卖掉那个了 那至于说八万多美国侨民 我相信作为政府来讲 他就很难去处理 他只能发出警告 对不对 他发出警告表明他的态度 那劝告美国人 你不要再在这个香港做生意 而类似东西他已经出现了 所以这里他讲的变卖在港资产 他已经有了 他说打起金融战将会是 1998年金融风邦的加拉板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故事 我以为已经有那个成分了 我刚才那期节目已经讲了 财长已经两眼泪汪汪了 所以他其实已经是这么回事 打击金融战就打击香港港币 打击港币摧毁人币 不去碰人币 就打击香港 就完全可以弄死他 什么东西都不能 一女二嫁 你开玩笑啊 对不对 做两头鬼 你整死你 两头 没有一头干的 这东西都是人之常情的 所以习近平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只有这个屁股做的这个权力上 然后呢 其他的人呢 都想保护中共 现在是中共体制人 想保护中共 所以拿他没找 而他背后呢 确实是有一些 当他倒向中共的时候 就有另外空间的生命 就像我们说附体制 所以这个文章写的很简单 他的一句话就是 共产党没实力了 完蛋了 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就是今天习近平 想去赌命 连命都没了 其实有这种成分在里头 就是耗一空壳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